好了 来吧 关掉了 随便一下 好了 应该就可以了是吧 好来咱们上课了啊 都回来了同学 都回来了同学 来 呃 抓个礼我反馈我一下是吧 声音有点卡吗 嗯 现在呢 嗯 现在听一听这个声音是否流畅 我刚才也没太说什么是吧 还卡吗 还卡的话是不是可以尝试切下线路 那是线路 切一下 啊对 这下线路就可以了是吧 有声音有点磁性 一直都有磁性啊 好了来吧 我们开始讲内容了啊 嗯 那这边来 实际上呢 我们上午啊 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呢 说明了一下是吧 什么是静态啊 其实呢 外户就是围绕了这样的几个点啊 好 静态呢 啊 当然不从这边看 从我们的笔记那边看 哎 笔记 嗯 然后关掉了 重新打开一下 对我们还类比了一下 这个实力的对吧 实力的属性和静态属性的一些区别 好 从这开始是吧 我们先看这两句 实力属性是每个对象各自持有的 主力空间 是吧 哎 有多个对象自然就有多份啊 那么对象的单方面的修改呢 是不会影响到其他对象 是吧 那么静态则不然了啊 静态属性是整个类 是吧 共同持有的 共享空间啊 从头至尾就一份 是吧 也就是在这个类当中 但凡有一个静态的属性 那么全类 是吧 就这么一份啊 大家顾想 是吧 这个类当中的啊 这个类 是吧 做 创造出来的 所有的对象 是吧 都共享这一个静态属性 好 那么 既然大家都可以访问 对吧 那任何对象对 共享的这个空间做的改变 是吧 自然会影响到其他 所以呢 这是 静态的 和 实力的一个最大区别 那么作为 Static来讲 他现在 可以修饰属性 是吧 自然他也可以就是 方法 那么 即为 类属性 类方法 是吧 叫静态 或者叫类 都可以啊 好 那么作为静态成员来讲啊 陈类 独一份 那就不会因为多个 创建多个对象而产生多份 是吧 其实是对前面那句话的一辅充 好 那 访问上来讲也是一样 是吧 既然他属于类啊 我们也发现了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类名来直接访问 通过类名直接访问的 那自然就可以考虑 是吧 或者说自然就具备了 在不创建对象的情况下 直接通过类名就可以访问静态的成员 最后 就是我们的一句经验了 是吧 也建议大家啊 以后再访问静态内容时 那通过类名点静态属性名 或者是静态方法名 来完成最应的访问 好了 这就是上午讲到的内容 是吧 那么我们 回到这边来啊 现在呢 我们可以通过静态 是吧 来完成一个最应的案例啊 借着呢 去把这个静态所修饰的这个主性 是吧 给它用起来 好 统计一个类的对象被创建过多少次 统计一下 这个类的对象创建的次数 那实质上呢 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就在脑海当中就应该有一些思路 是吧 首先第一个 既然要做统计的行动 那自然就意味着我们得有一个代表总和 或者代表个数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是吧 变量 大家给的思路啊 静态变量 大家啊 构造器上面动手脚 哎 你看 思路都很对啊 第一是需要有一个统计的变量 对吧 第二就是在构造方法 对吧 也就是说每创建一个对象 即意味着每掉用一次构造方法 那么第二次 我们就在构造方法当中 让这个技术器 加价 对吧 让这个技术器加价 好了 那么 随便 是吧 啊 找一个位置 我们来把这样的一段逻辑呢 给它呈现一下 好 我就在这个第一下面啊 这算是对它的一个应用了 好 Cast Apply Set field吧 好 做一个统计 那我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 有个类 是吧 我比如说有这个 有个A类 不用A 是吧 换一个类吧 比如说 丢灯的吧 好 接着 这个类当中 是吧 属性我们就不写了啊 刚才我们的思路 那一定是要定义一个构造方法 对吧 伴随着构造方法的创建 那我是希望 有一个 技术器 能自增 对吧 也就是有一个 Kant加价的操作 那好 我在这里定义一个变量 是吧 Kant等于0 哎 行了 可以了 那我现在写成这样 同学们去思考一下 是吧 如果有一天 哎 我创建了多个对象之后 当我一访问 student的Kant 那能不能得到一个 累加的活呢 能不能得到一个累加的 在这 大家说的对 是吧 与其是个好东西 不能 不能 对 好 朋友们说不能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 现在这不就是有一个Kant 伴随着我多次的创建 他就应该做 建家吗 对吧 原因是什么呢 朋友们去想想 是吧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student s1等于new student 这是不是就创建一次 对吧 那我这变成s2 这变成s3之后呢 好 这不就等于掉了三次构造方法吗 哎 好了 不是静态 是实力的 啊 属性的初始啊 不共享 嗯 其实这些 综合在一起都是对 是吧 所以这你一定要明确 对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个实力的啊 就跟是一个学生的名字一样 那么创建了多个对象 自然就会对应着多份 对吧 每个对象都有一个自己的Kant 啊 那么默认是几 默认是零 是吧 啊 构造的时候这又执行了一步 大家都知道构造的顺序 是吧 啊 调用构造方法的时候先执行 是吧 复类构造方法 然后出使自己的物化属性 再然后执行构造方法代码 对吧 那换句话说 就是每一个构造出来的对象 都执行了这样的步骤之后 最后就意味着 Student呢 有一个Kant 里边是从零变成一 S2 是吧 哎 这个也是从零变成一 这个也是从零变成一 他并没有做到一个整体的迪加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哎 所以 我们一定是希望 这多次的操作最终能进行累加 那 他肯定就不能是 一个对象 有一个技术器 应该是所有对象持有相同的一个技术器 所以这里 我用静态 我用静态 那这就表示什么 全类共有的 对吧 全类共有的了 每个对象的创建 都会把这个加到类档 加到类档 那伴随着多次的操作 是吧 第一个对象 S1创建的时候 Kant加了 变成1 S2创建的时候 又加了 变成2 S3创建的时候 又加了 变成3 那我们也可以对应一下 看一看 第一次 是吧 程序一起始时 我就去访问一下 这个student的 Kant 注意看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个前面的标示 是吧 蓝色的那个三角 是不是我们称之为 Default 对吧 访问修士夫 然后上面标示了一个S呢 这就表示 它是一个静态的内容 对吧 它是一个静态的内容了 那么作为静态内容 你可以直接通过类名去点 看一看 初始的时候 对吧 没有创建的对象 它是几 以及创建了三个对象之后 它又是几 做一个两次的打印 好了 这个结果就正确的 就到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 静态的一种使用的场景 使用的方式 好 这样的话 基本接着就完成了我们 对象创建各数的统计 看看大家 这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没有问题 是吧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好 这就转它硬起来 对吧 好了 那如果这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去 说一说 可能之前熟识 在现在呢 打出来强调的那种 那我们继续接着来了 静态方法 静态方法 好 这个静态方法 实质上 我们第一天学hello world的时候 对吧 我们就在写 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写了 主函数 是吧 主方法 就是静态的 好 那这个静态方法 是吧 这个静态二字呢 跟我们之前上午所学习的概念是一样 是吧 全类共有的 是吧 有那么一份 然后呢 你可以对它通过类名进行访问 所以这儿都是不变的 来 加一个新的类 这个叫做 静态方法的意思 好 那么我这里呢 是吧 有什么静态方法 我想一想啊 这个类我们用了 是吧 我换个类吧 哎呦 我应该其实应该换个包 要不然的话呢 让我们写好的这个 这个类的就不能用了 好 我这呢 换一个什么名字呢 换 词穷啊 好 这样吧 来 我们从这儿开始 从这儿开始 呃 证一下 是吧 啊 还是一个类 对吧 这个类呢 可能没什么含你啊 然后呢 下边定义了一个 哎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静态方法 对吧 啊 这一个所修饰的 好 不仅是他 是吧 哎 这儿还有一个 啊 这儿还有一个 两个都是 啊 都是静态 那他们都属于类 对吧 哎 属于这个类的 跟实力无关啊 好了 那么下面我在这儿 对他做访问 是吧 哎 我这儿 主函数对他做访问 那主函数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得通过类名 点的形式 对吧 哎 你在这儿通过类名 然后一点就找到了这个目标类 my class 以及访问他的第一个miser的方法 啊 所以这是第一种 通过类名点的形式 对吧 哎 好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在这儿 比如说在类当中的静态方法上 访问另一个静态方法 直接写什么呢 哎 直接写类名 这也就是我们的主函数啊 其实我这边就应该再写一个类了啊 你看我们之前写的主函数 对吗 哎 主函数下边我们可能直接定义了一个方法 直接定义了一个方法 是吧 原来我们说这个方法可以叫print 对吧 哎 我们可以完成一个循环的便利 或者是啊 叫什么insert 对吧 哎 我们之前都写过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静态的方法而已 那么我这边 是吧 主函数 我的程序其实就是一个静态的 那么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只需要书写名称就好 对吧 啊 书写这个方法名 这就可以访问了 那他所代表的是访问本类中的静态方法 直接通过什么方法面 是吧 那如果是一个外部的类啊 比如说我这 我这有一个外部的类啊 好 这个 啊 other class 啊 就有一个类 是吧 啊 这个类当中定义了一个方法 静态的 好 这个呃 叫叫messor的二吧 好 就这么一个方法在 是吧 哎 那好了 我现在在这个叫做teststaticmessor的主函数中 或者是方法中 对吧 想要对外部的这个类做访问 那你是不是就得写上类名点静态方法的意思 对吧 啊 所以这儿就得是类名点 哎 你看 点出来了 是吧 静态方法名 这叫访问 其他类 是吧 哎 其他类中的 静态方法 啊 访问其他类中的静态方法 所以说 这两种形式都可以访问静态 一个是访问本类的 对吧 直接写 一个是通过类名点方法名 访问其他类的啊 所以 回到这边 哎 呃 你看 由Staticmessor修饰了即为静态方法 是吧 本类呢 通过静态方法名 直接访问 其他类的 哎 通过类名 静态方法 那 这就是静态方法 是吧 而这种静态方法 实质上 在我们之前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是 经常用到 比如说 哎 erase点 copy off 是吧 哎 这个大家用过吧 我们做 数组的复制的时候 对吧 我们就用过 你会发现 啊 当时用的时候可能不是erase点 是吧 你前面还有什么 java u tell 对吧 然后才是erase点 然后才是copy off 那那个 w tell 只是他的一个前缀的包名 对吧 啊 全限定名嘛 而本质上 这儿是他的类名 而这儿是他的静态的方法 啊 那当然 价比也一样 是吧 sort sort 我们对数组做排序的时候 是吧 哎 我们也用到了 类名点静态方法名 那么mass 点random 哎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案例 应该是用到了 对吧 获取一个大于零小于一的 这样的一个double的值 对吧 小数啊 当然这个呢 哎 可能我们 课上没讲 是吧 啊 sqrt 代表的是square root啊 求平方根的啊 所以这个 告乎习题应该是有的 对吧 大家如果尝试去写那个题的时候 应该可以用到了 就是我们求这个 求质数 求速数了啊 好 所以这些 现在一看 实质上都是在访问静态方法啊 都是在访问静态方法 那么都是通过类名直接访问 啊 好了啊 看来 是吧 哎 我们之前就用过 是吧 那么那用起来的方式上 其实 从执行角度好像跟我们的普通方法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我们原来 是吧 把静态方法称为什么 弹数 对吧 哎 我们单独学习了 弹数啊 可以直接通过 这种方式啊 完成调用的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静态方法是属于一个类的 对吧 还代表了这个类的一个 哎 共享行为啊 OK 好 那到了这儿呢 我们做了一个阐述 对吧 啊 其实就是对原来知识的一次复盘了啊 不是什么新的内容 好 呃 称呼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吧 啊 称呼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啊 原来我成为什么 就是把这个 对 就是把静态和方法放一块 其实就是函数 就是我们原来叫它函数 对吧 其实它就是静态方法啊 其实就是静态方法 好了 那 这儿 是吧 啊 还是那句话 不是新的内容 那下边呢 我们讨论点与静态方法相关的一些 规则 规则 到这儿来 静态的一些特点了 啊 这些特点呢 往往是体现在方法层面啊 现在方法层面 首先第一个 静态方法允许直接访问静态成员 静态方法允许直接访问静态成员 好 那这句话 是吧 其实 这个顾名思义了 是吧 啊 你如果有静态成员 我要想对静态成员 也就是属性啊 对吧 做访问 怎么办呢 那我直接访问 我要是对静态方法要想调用 那我也可以直接调用 是吧 哎 好 这样 我为了能 这个能让我这个例子 是吧 这个更吉连一些 然后我加一个新的 加个新的包 这个算是对静态的一个应用了 啊 第二 下面呢 对它做一个应用 好 嗯 这个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 access 访问静态的方法的一些细节啊 访问静态方法的一些细节啊 这呢 我还可能还得用那个my class啊 对 因为现在没有具体的含义啊 所以我就沿用my class 用什么这个student啊 或者用什么teacher啊 或者我们平时用到那个 可能没有办法举一个 对吧 很恰当的这样的一个 含义的这样的静态方法啊 所以我们先用它啊 把这些边边角角 我们都给它讨论完了 然后我们再是吧 找到一个更编合的这样的一个类 一个案例啊 省得大家去 在这块可能理解上 觉得哎 学生类或者是老师类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好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my class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静态方法 允许直接绑问静态成员 哎 这个事情呢 很好理解 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这么做 对吧 好 切回我的代码 这儿 加一个属性啊 加一个属性 4G 呃 4G 4G 呃 4G 那么它是静态 那 然后这儿呢 呃 再有一个 呃 再提克 我 这个叫做miser了 是吧 啊 这是个普通的方法啊 这是个静态的方法 对吧 好 那么 区分一下 我现在有两个方法 是吧 一个miser的 一个miser那 或者这叫miser一 啊 一个一 一个二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属性 这是三者相关联 好了 那么下面 我们讨论的是 在这个 miser的二当中 想要访问属性和 其他的静态方法 可以怎么做 是吧 啊 如果你要是在外部访问 你是不是就应该用 类名 点静态 成员 对吧 静态成员 啊 那可以是静态的属性 Fu的 也可以是静态方法 miser的一 对吧 那如果在本类当中 大家都知道 那你直接访问极客 比如说在这里打印Fu的 比如说调用 miser的一 是吧 哎 那好了 这就是一种直接的访问 那么下面 同学们可能注意一下 啊 注意一下 这儿呢 好理解 是吧 啊 那么下面可能我在这儿 还会有一个 这叫Fu的二啊 区分一下啊 为了能让他们有个区别 我也是一样 Fu的一 Fu的二 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呢 一个是静态的 一个是实力的 好 一个静态 一个实力的 那么现在我问问大家 我如果想访问这个 那Fu的二 莫可不可以直接访问 比如说我就甭在这儿试了 是吧 我在这边试一下吧 答应 C4R Fu的二 OK 现在都报错了 是吧 哎 那大家就猜一猜吧 啊 猜一猜 这个错误 现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体会体会 是吧 哎 思考思考 你看静态的 是吧 哎 直接访问就行了 啊 那如果是实力的呢 朋友们说 嗯 本属区域 俗史话 静态先加载 嗯 静态必须访问静态 嗯 没有俗史话 对象还没被创建 嗯 静态和实力的加载 顺序不同 嗯 差不多 是吧 哎 现在 都有一些 对应的 什么呢 答案 对吧 好了 那么到这儿了 我们就要明确了 实质上 你看 cannot make a static reference to the not static 啊 not static build 啊 也就是 非静态的属性 谁呢 build 啊 他现在告诉我们是 不能在静态 当中去引用这个非静态的属性 叫做 field啊 啊 这个field是代表自断的意思啊 这个field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啊 你要叫AA 他就告诉你 not static field AA了啊 他现在报的错是什么 不能在 静态 上下文啊 没有上下文是吧 这个叫静态什么呢 啊 对 就是不能 在静态中 引用 非静态 啊 非静态 的属性 啊 不能引用非静态的属性 他就是那句什么 那句 那个 not static 啊 就是这个啊 好了 那为什么不能引用非静态 所谓的非静态就是什么 实力的 对吧 哎 这就是实力的属性 啊 实力的属性 好 那么所谓的实力属性啊 不就是在对象 创建之后 所各自持有的一块 空间嘛 对吧 那好了 不能访问的原因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首先大家都知道 对于静态来讲 哎 对于静态来讲 实质上 他是可以怎样 是可以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 就直接访问 也就是说这个 my third 一 完全可以在 my class 是吧 我这程序一启动 我就干嘛去呢 我就去访问my third 对吧 而在这访问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my class 类型的对象被创建 哎 这是第一个啊 还没有这个对象被创建呢 那也就是说 没有把 这个对象创建出来 是吧 就不会有 对象所持有的 实力空间 对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时间上的差异 对吧 哎 这是时间上的差异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 有静态内容的时候 还可能还没有对象 对吧 这是时间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大家也该知道 对于feel的来讲 哎 他是实力的 他应该有一句 类似点 对吧 或者是super点 那实际上他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既要是实力的同时 我还要有所指向 this 对吧 这个类当中 有一个实力层面的 this引用 还记得吧 他应该指向于 某一个对象 哎 那 第一 是这个对象 被创建出来了 第二 这是一个明确的对象 对吧 在哪呢 这个 1111 和2222的区别 和33333的区别 哎 真有体现 我才能帮助你 是吧 完成 当前这个this 所指向对象的 属性的访问 对吧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第一是时间上的不允许 第二就是空间上的 哎 作为实力内容来讲 他一定是要有一个 this前缀的 也就是this引用的 指向了这个类 当前服务的某个对象 而作为静态来讲 静态方法当中 一去访问他的时候 还没有对象 是吧 也不存在this 你想啊 要是有this的话 就很奇怪了 对吧 你这个类可能有 几百上千上万个对象 那这个this指向谁啊 不明确 有奇异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即是空间的角度啊 就算你有对象 将来有五个 或者有十个 对吧 哎 那你现在调用 静 静态的这个方法 对吧 他指向谁啊 有所指吗 没有 注意是没有 啊 所以 从时间的角度 是因为可能还没有对象 从空间的角度 就是指向并不明确 嗯 所以两个角度都在验证一个事情 就是对于我们的静态方法当中 是不能访问非静态的内容的啊 实力的啊 不能 啊 好吧 那么静 这个是吧 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有错误的啊 OK 所以那一句下来 就是这句了啊 静态方法 不能直接访问非静态成员啊 还是那句话 静态是属于类层面 对吧 哎 类层面 非静态是实力层面 那么一定是先有类 是吧 再有对象啊 那就是先有模板嘛 对吧 先有模板 再有实力嘛 啊 OK 好 到了这儿 那这是一句官方的概念 是吧 啊 那光是他 对吧 静态不能访问非静态 同时静态当中也不会存在 this或者是super关键字 对吧 因为this和super 它也是实力的表现 那也是实力的表现 那么静态方法当中 是不允许出现this或者super的啊 因为它代表的不是当前实力的啊 静态是在类层面的 好 这两句是吧 来放到一块去体会啊 静态不能访问非静态 看看大家 这儿有什么奇异吗 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继承的事是我下一句要说的啊 不要着急 先去看这两句 哎 先看这两句啊 静态方法 不能直接访问非静态成员 是吧 自然当中就不允许使用this或者super关键字 好 看看这两句有没有疑问 有疑问的就说你的疑问 是吧 没有的 那我们就要继续了 嗯 好 看来没有是吧 哎 那好 刚才 是吧 有一位同学问了一个问题啊 静态方法不能计成吗 这就要说明这个问题 静态方法可以计成啊 可以计成的啊 这是类与类之间的啊 类与类之间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嗯 这个 这是有错误的 是吧 啊 所以 哎 这句 不能在 静态中好 你用非静态 是吧 哎 这个我就说完了啊 那现在呢 得说一个带有负类 负子类继承关系的案例 啊 所以我加一个叫做task啊 啊 extense 啊 好 定义两个类 supersub 负子关系啊 负子关系 然后我们去说明这个静态方法的 是不是能继承的这个事 是吧 哎 我们是可以验证的 好 M1 这就是个方法 对吧 静态的 好 负子类 一旦有了继承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 子类 是吧 想访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访问到他 是这意思的吧 好 this out 当然我们把这个 写权 是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super 下面的M1 M1 好 接着 super.M1 这个毋庸置疑了 是吧 哎 我们都知道这是类名点 静态方法名 这不就是典型的标准访问形式吗 对吧 好 那么下边 那么下边呢 sab点 注意看 有没有啊 有没有静态方法 也是可以的 哎 现在不是对象啊 这是类啊 类与类之间的 类与类之间 我现在用的也是 sab这个类名来访问 好 访问M1肯定也是可以 哎呦 太多了 也是可以的 是吧 你看 那这就执行两遍呗 对吧 执行两遍呗 OK 没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进而马上就可以验证到什么 负类提供的静态方法 子类继不继承啊 这一定是继承的 对吧 啊 一定是继承的 好了 想必这一个案例就能测得出来 是吧 哎 那么当然了 能继承 对吧 啊 能继承 那么还有一些细节 啊 与继承之后相关的 那种 我们也要讨论 啊 比如说 这是可以继承的 对吧 哎 好 子类也提供的M1 csub sub 到M1 对吧 哎 这 看起来是不是挺像是我们的这个覆盖的语法呀 对吧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啊 这 做一些访问 哦 你看 现在的结论是什么呢 哎 sub 是吧 啊 super就不变了 是吧 啊 super就不变了 主要是sub sub.me 哎 他访问的是 此类的 对吧 哎 访问的是此类自己的啊 此类自己的 那么当然了 同学们要注意 这个时候 这不是个对象啊 注意 这不是对象 这是个类 是吧 啊 我们要是如果是对象的话 说固类提供的方法 子类无法 无法把主子类需求子类进行覆盖 那么现在这不是对象层面 这就是类层面 那类层面 这二者之间 是不存在覆盖管理 啊 一定要注意啊 他们两个不是覆盖管理 这只能算是两个重明的方法啊 只能算是两个重明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 负类定义一个静态方法 子类也定义一个静态方法啊 这是类层面定义的啊 类层面定义的 然后呢 只是方法名 是吧 各方面都一样啊 那么你调谁 你就用类名加以区分就好了 你想调负类的方法 你就用负类的类名访问 你想调子类的方法 你就通过子类的类名访问 即可啊 他们二者之间不是 覆盖的关系啊 不是覆盖关系 好 看看这儿 对 就是 你可以认为是遮蔽了啊 它是遮蔽的关系 不是覆盖的关系啊 这遮蔽我挡上你了啊 或者说 实质上在类层面来讲 是吧 那你的访问形式 它就不应该是对象形式 它就应该是什么 类名点的 类名点的这种形式啊 好 看看大家 是吧 对自己用自己的对吧 你不是对象层面的 类层面的吧 那你访问的形式就是类名点 对吧 你要想用这个 上面的这个 那你就用负类名点 是吧 你要想用下面这个 你就用这个类名点 没有很复杂的逻辑啊 没有很复杂逻辑 对啊 只要能区分就好 这样如何访问负类的方法 你是想在子类当中访问负类的静态方法吗 这遮蔽了吗 啊 计常过来的去哪呢 哪也没去 就在负类当中呢 遮蔽了 啊 遮蔽了 类层面呢 就是一种遮蔽的关系 啊 不是一种覆盖的关系 这种继承静态后的没用了 只能继承非静态 是这样的 对于静态而言啊 你就是非静态的 它也是一个道理 负类给你一份 对吧 你自己定义 那用你自己的 静态的也是如此 对吧 只不过静态 我说的是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 不存在主性的 这个这个方法的覆盖 啊 不存在覆盖 原则上来讲 二者之间 这支持的分派 动态分派只是 属性 啊 不是属性 这个参数表不一致的时的 这个 呃 负子类来讲 啊 只有实力层面的 啊 只有对象层面的 才是需要在对象的调用版本当中 啊 做 像从下上 向上的检索 啊 先看子类有 子类的方法有没有 如果没有 就找负类的 负类没有 再找负类 啊 这是一种动态的分派机制 啊 那么 这个动态的分派机制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覆盖 啊 而静态的分派机制 只有一种 就是什么呢 方法名相同 参数列表不同 啊 静态分派指的就是重载 动态分派才是覆盖 啊 所以静态方法呀 这个东西不用太纠结 静态方法就是不支持覆盖的 啊 我看看大家怎么说 就是说继承静态方法后 可以通过子类去寻找负类的静态方法 如果子类自己写了 这通道就堵住了 哎 对 可以是这个意思 实质上我们是很少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绕过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访问 静态 他不是你的你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你的基本条件一定是子类出发点吗 不是的 你这不是对象 你这是类 类的访问形式是什么 是通过类名 那么你想访问哪个类 他也跟继承没有啥大关系 对吧 你直接访问就好了吧 super点就行了 你干嘛非要通过子类的形式去访问负类呢 没有这个必要 静态方面都是通过类名访问的 很少有情况说我一定要用子类去访问到继承的 他是可以继承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但是你对他的访问不存在说 sav点 然后拿m1自己的还不满意 我还得通过sav点去访问负类super的 你这种情况下直接访问super就好了 体会体会 是吧 你这种情况下你直接访问super就好了吗 因为他没有说类层面的像之前的一些限制 对吧 比如说哎呀 私有的不能继承会怎么样的 你直接通过类名点就行了 你给我举个例子 哪有什么场景是需要我通过子类的形式 基于继承的关系去访问负类的静态内容 静态内容 你直接访问就可以 对吧 直接访问就可以了 是吧 而且这东西很好验证 是吧 很好验证 我说他不是覆盖 他就肯定不是覆盖 怎么来验证 静态的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有一个override的 对吧 那个注解我虽然没有解释 但是呢 你现在你就可以用 你看你加上这个override之后 他马上就会告诉你 他根本就不是一种进 这不是一种覆盖负类的关系 啊 根本就不是 如果是俩实例方法 这个肯定是行的通的 比如说这有个MR 是吧 然后下面这呢 我还有个MR 然后呢 我说这个MR 我通过override的注解去检查 说这个MR 它是覆盖 负类的MR 它是OK的 啊 OK的 你要说你写错了 是吧 你说你这加了一个硬材 好了 他马上就告诉你 你这样写就不对了 你这样写不是在覆盖负类当中的那个MR方法 人家那个叫MR是无参的 你这写的不对 所以override的实质上是对 下边所修饰的这个方法的一个检查 检查你是不是在正确覆盖 所以这是override的作用 对吧 啊 你什么时候写对了 什么时候完成这个真正的意义上的覆盖了 他这个就不报错了 所以override的就这一个作用 那我现在在这加上 你看马上就会有问题 对吧 你写成这样的话 他现在马上就告诉你 这根本就不是覆盖关系 明白吧 这两个一模一样啊 是吧 看出来了吧 所以静态 它就不是一个可覆盖的东西 啊 静态不是可覆盖的东西 至多就一条可以继承 所谓的可以继承 就是我这有一个目标 你可以通过负类的类名来访问我 你也可以通过子类的类名来 访问我 这个我是支持的 但是你想说 哎呀 负类有一个版本 子类有个版本 那你怎么区分 通过类名区分 直接调就好了 没有必要通过子类的形式 基于访问到继承过来的负类的方法 然后又避开了自己的 重名的方法 去访问负类的那个 没这种必要和场景 啊 人家都说了 我这直接有通道 你干嘛要那么做呢 是吧 没有那种价值啊 所以这直接能验证出来 这就不是覆盖的关系啊 这就不是覆盖的关系 好了 啊 套娃套的习惯了 是吧 哈哈 倒也对啊 倒也对 之前都是套娃 是吧 总是套啊套的啊 这回一下给灾清了啊 直接通过类名 它就是两个 是吧 你都可以访问啊 通过类名访问就行了 好 那这儿呢 哎 我们就说完了 是吧 静态方法是可以继承的 那么不能覆盖 自然就不存在所谓的多态 是吧 多态这话也不合适 因为它本身 它就不是对象层面的东西 对吧 你也没有必要通过对象名点 然后看看它到底执行负类 还是子类的 没有这种必要啊 所以 后两句 就是额外的一句强调啊 怕大家在掌握了很多的实力层面的内容之后 把这样的一些概念呢 给它混淆了啊 其实这个是 需要注意啊 那把这儿说完了之后 你就只要记住 静态方法 对吧 至多就是可以继承啊 负类定义了 子类没定义 那你可以通过子类的 间接访问到负类的静态方法就好 如果你想访问 是吧 非要把它们定义成重名的 还要非要有分门别类的访问 那就直接通过类名点啊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静态的特点 这一小段 是吧 还说完了 把它记在我们的笔记当中 其实还是与静态相关的 是吧 再加一个啊 好 我看一看 这个应该 加一个大的类别啊 这是静态的概念 啊 从 呃 这 是吧 啊 这是静态与 啊 静态与实力的区别 啊 的区别 要不然我怕大家看着这个不够清晰啊 然后 然后 这儿呢 哎 这个编号 更多几编号 哦 这个 我等会把那个改掉 然后 重写就好 哦 这个 第一个啊 这个编号 一会儿我会改一下啊 嗯 好 这儿呢 第二个 这个应该是我们静态的概念相关 是吧 啊 赞提克所修饰的属性方法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静态成员 不能创建对象 可直接访问经验 哎 好了 三个 第四个啊 这是 四个下来 是吧 然后 再有一个 就是静态的特点 是吧 啊 静态的特点 静态方法允许 是吧 直接访问静态成员 哎 这是第一个 接着呢 静态方法 不能直接访问 非静态成员 是吧 其实直接访问静态成员 和不能访问非静态成员 这是一句话 对吧 只不过他俩取个相反的 罢了啊 所以第一句有点 这个多余了啊 主要记录后半句 这句就行了 不能直接访问非静态 也就是不能直接访问实例的啊 好 然后静态方法中 不允许使用 this或super关键字啊 还是那句话 这两个是访问实例的 这样的一个前缀 对吧 静态中不存在啊 最后 静态方法 可以继承啊 可以继承 但是呢 不能覆盖 是吧 更没有 多态的概念啊 更没有多态的概念 所以我们说了 你静态的 负子类 是吧 你想访问不同的静态方法 通过类名点 即可啊 通过类名点 好 那 到了这儿 看看大家 对这块的理解 啊 有什么 这个 还不通透明了的 嗯 好 应该没有了 是吧 哎 好 那没有了的话呢 这样 嗯 我们再开个头吧 开个头啊 能讲多少呢 咱们算多少啊 好 讲一个 与整个的机制啊 与我们的这个 Java的机制相关的一个内容 啊 类加载 啊 类加载 好 当然这个类加载呢 现在呢 并不是把它做一个 嗯 完整的 这个介绍和展开啊 因为整个类加载当中的相关内容还挺多的啊 挺多的 光涉及到的类啊 是吧 然后 包括我们的这个委派的机制啊 啊 等等等等 就是附着的这个相关知识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画繁美简来讲 我们是可以直接明确 类加载的一个主要目标和作用的啊 好 来看这个 所谓的类加载 就是我们的这个Java虚拟机首次使用到某个类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这个class pass 去查找该类的.class文件的这个过程啊 首先 就是第一步啊 你要想做类加载 实质上就是把类的信息读到我们的虚拟机当中 那么他会 在首次啊 强调一下 首次 首次使用到某个类的时候 通过class pass 查找 该类的一些class文件 啊 那class pass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的第一天 配置环境变量的时候 哎 我们是配过class pass 对吧 啊 class pass 配过的是点 对吧 啊 那么当然了 现在呢 我们用了集成开发工具之后 这个class pass就指向了哪呢 指向了 这个 啊 哎 先上一集啊 代码 C6 哎 是不是现在指向了这里 对吧 哎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是吧 这里边一定有我们的点class 文件啊 那除此以外 其实还有的就是指向了我们这些若干的 下包的 对吧 哎 所以这个点class class pass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点class文件的所在路径啊 那么也就是说 类加载的时候 人家 是吧 帮我们干什么呢 帮我们去找这个点class文件 这是第一个 那么找到了点class文件之后 第二步 就是把这点class文件中对应的这样的描述信息啊 放到我们的Java虚拟机的内存当中进行一份保存啊 进行一份保存 好了 所以两步操作啊 什么叫类加载 是吧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首次使用到某个类的时候 是吧 我们就去把它的点class文件 保加载到内存当中进行保存 哎 进行保存 这就是类加载啊 那么当然这个加载出来的内容有哪些 是吧 我们上午呢 其实也说过 对吧 一个类的相关的信息还挺多的 我这呢 也是一个简单的独立啊 好了 啊 这句话呢 我们直接就给它记下来啊 直接记下来 也加深印象 累的加载是吧 哎 好 这位M啊 我就简单汇总一下了啊 汇成一句话 首次使用某个类时 是吧 去查找 或者将该类的 将该类的点class文件 加载到内存中 进行保存 哎 好 这里边有几个 叫的重点 是吧 一个叫首次使用啊 一个叫加载到内存中进行保存 哎 这两个是重点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类的信息来讲 首次用到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次加载 并且干嘛了呢 哎 保存起来 那么当我第二次用到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是已知的信息 对吧 也就不需要再加载了 进而也就推演到了一个概念 什么呢 对于一个类而言 加载这个事情只做一次啊 对于一个类来讲 加载只做一次 好 那这样的话 实质上我们就给了一个基本的类的加载 的概念 那么再往下我们会讨论 加载的时机 啊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首次使用 对吧 哎 那满足首次使用的时机有哪些 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创建对象啊 第一次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是吧 哎 那创建对象自然算是使用到某个类 所以会触发这个类的加载 那 除此以外呢 哎 同学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是吧 创建对象算是对一个类的首次使用 对吧 第一次用的时候 哎 通过创建对象 进而就触发了 我们的类加载 那还有哪些 你觉得可以触发类的加载 看看大家 是吧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 理解呢 还有什么操作可以触发类的加载呢 呃 代表了就算是首次用它 哎 你看 调用静态 对调用 嗯 没错 你访问静态的属性也好 静态的方法也好 对吧 哎 都是想要从这个类当中获取信息 那如果它是首次 那也一定是可以触发类的加载 对吧 哎 好了 所以访问静态的属性啊 静态的方法呀 这两个都是 那还有吗 还有吗 编译嘛 编译 编译不是吧 编译是把Java变成class 是吧 哦 继承 嗯 继承 哎 哎 这个这个 王少辉同学说的这个更准确 是吧 创建子类履项 对的 哎 创建子类履项一定是 为什么 因为构建子类对象时 是吧 啊 是不是要先构建负类对象 对吧 啊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负类 是吧 是首次使用 那么创建它的子类对象也是要 加载 对吧 啊 创建数组 啊 对了 那就是都是关联关系了 是吧 嗯 所以 其实关键是这个 对于这样的一个类 是吧 哎 如果你直接创建它的对象 触发加载 如果你创建它的子类对象 也会触发加载 是吧 包括静态属性 静态方法 实际上这四个就已经涵盖了 大多的操作了 对吧 哎 无外乎就是这些了 对吧 你比如说老师我用到了 他这个对象类型的数组啊 那不还是一样的吗 对吧 哎 那 也是代表了对这个 对当中数组的某一个元素 是这个对象 那还是对对象 创建而来的 对吧 那 好了 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 加载的 这个时机 啊 那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 那 这个呢 现在我们是 对这样的一个方法 做一个应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叫主动加载类啊 主动加载类 也就是说 你看 你上面都是间接的加载 对吧 比如说我创建对象的时候 哎 触发了加载 对吧 创建此类对象 触发加载 调用方法 触发加载 调用 啊 属性方法 触发加载 它的作用呢 现在就很纯粹 就是加载啊 加载完之后 什么都不干啊 你像调用静态方法 那一定是 加载了一个类之后 然后呢 再执行方法 对吧 哎 给上一个全限定名啊 全限定名 这就是主动的去加载一个类啊 手工的去加载一个类 那么当然 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作用 是我们在反射的时候 对吧 哎 它的返回值对我来样 有意义 那么现阶段 我们用它 就可以完成一个主动的来加载 好了 所以呢 这儿呢 这儿呢 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加载的时机 对吧 哎 加载的时机 那么往下来呢 哎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一看 是吧 哎 这个加载 整个的一个脉络的梳理啊 哎 好 到这边来啊 到这边来 哦 加载 是吧 那加载的话 我好像又得换一个新的类了啊 为了不与之前的混淆 我加一个新的包 呃 package 这个叫第三 这个叫做 呃 class loaded 啊 啊 loaded 啊 加载 混淆class load 也行 好 一个新的类 这个叫做 class 就叫classload 嗯 好 我这儿呢 现在有个类啊 有个类 比如说这个类呢 我叫他super啊 这只是个名字而已 是吧 好 然后啊 现在 我们想看一看 这个类当中的一些组成 啊 看一看类的组成 哎 或者这样吧 我看这个时间到了 我这个要讲的话 可能得十多分钟 那么咱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吧 啊 看看我刚才写到哪呢 我的笔记正好寄到了 哎 这儿 是吧 啊 加载的时机 啊 我把这个加载的 时机啊 给大家寄在笔记当中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把这个案例 完善一下啊 好 加载的时机 是吧 要不然中间又会 断掉啊 好 第一个啊 创建对象 第二个 哎 创建 此类 对象 那么第三个 要用 哎 要用静态的 方法 是吧 或者静态属性吧 要用静态的属性和方法 一句 最后还有一个 是吧 哎 这个class proname啊 前面这个点是分割 看着啊 class proname 这里写上一个类的全限定名 哎 好 我们称它呢 是主动的加载一个类啊 只是加载了类 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做啊 其他什么都不做 好 所以这呢算是两个啊 一共就有这么几个加载一个类的时机 好 我先看看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class 点龙虾是啥意思 龙虾是啥意思 好 如果这没有问题来 那个刷包礼物反馈一下啊 我们在这呢算是断了一个小的节点 是吧 因为时间关系啊 都连着讲了 要不然又得拖堂 大家这个是吧 哈哈 又不能上厕所了啊 好 休息 回来之后 哎 咱们接着说啊 把这里的这个综合案例啊 我们给它落地一下 好了 那就这样啊 休息一会儿啊 休息一会儿 回来咱们再接着聊啊 不点 cruc笔 我 不能了 这个避免 雀 ưa 今天